青蛙老师讲故事 各位大小朋友 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是五星节 请问你们准备好了一份礼物送给妈妈呢 你所预备的礼物是不是妈妈的最爱呢 今天在我为各位大小朋友说的这一个故事 说明为妈妈的最爱 这是由文桥传说中心所出版的红书 桌子是温少珍 由林诗琴继绘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故事吧 李妈妈也生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尖尖 怀恨和信心 李妈妈很爱她的孩子 想要赏赏 鼓励她们 她特别带她们在楼下的公园玩 才买了她们喜爱的冰淇淋 尖尖 惠惠和信心都各自 与妈妈度过温馨愉快的时光 妈妈说 这是特别的约会 有一天 最小的儿子信心问 你妈在我们当中谁是您的最爱 妈妈摸摸她的头 笑而不答 信心大声地质问质答 妈妈最爱的当然是我咯 因为妈妈说我真棒 还带我去公园玩买冰淇淋给我 哥哥和姐姐都没份 听见弟弟的爸 他会马上从房里冲出来 气得过脚 才不是呢 妈妈最疼 最爱的当然是我 长途寺带我到公园 但我很乖 勤奋向雪 自动织发 温习功课 你们知道自己很过分吗 竟然为这事大吵大闹 另一间房里的大哥忍不住了 你们都不用真 妈妈曾说她最爱我 因为我长途大开心 而且我是长子 有责任帮助她照顾弟妹 就是你们 是吗 妈妈最爱的是我吗 三个孩子心里质问 已经不再那么肯定了 晚上 爸爸在客厅看报纸 三个小瓜 扶月儿童地 溜去找妈妈 妈妈先和他们一起 读了一本故事书 然后对他们说 妈妈就能带你来到公园来 买冰淇淋给你们 不是让你们互相比较 而是让你们知道 妈妈有多爱你们 在妈妈心目中 只有一个尖尖 一个后悔 一个信心 妈妈爱你们 如同天父爱你们一样 你们每一天的房子心里 都是排第一 都是妈妈最爱的宝贝 妈妈对我们的父亲 妈妈中 你也是我们的最爱 我们也要和您约会 十点钟在楼上的老冰家庭面 特有惊奇哦 今天会很幸福 到底是什么惊喜等过妈妈呢? 生日快乐 哇,原来是妈妈的生日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给予父母的产业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妈妈的宝贝 也是妈妈的最爱 小朋友,听完这一个故事 你们可以告诉青蛙老师 在你们的妈妈心目中 谁还是妈妈的最爱呢? 在你的心目中 妈妈是不是你的最爱呢? 听完这个故事 别忘记抱抱妈妈 对妈妈说 妈妈,谢谢你,我爱你 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向人潮船 和公金购买一本 终于你的收藏吧 我感到很远的 我们的相比 也会用一个小吉祝 对妈妈妈了 在你找到那个咖啡 一人就会 如果是妈妈的 不要再受换 就算了 对妈妈妈这边 这边 什么 就不得了